声音空间 声音空间的配音员肖振伟 一个好的配音员 一个好的声音演员 必须具备几个基本特质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的声音辨识度要高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今天不是在看电视 我是用听的 我用耳朵来听电视的话 我可能在厨房里面忙 我耳朵听到电视里面的声音 我可能听到一个广告 或是一个韩剧日剧 甚或是一个港剧 电影动画的可能 我听到一个声音 我知道那是某一个我熟悉的配音员 某一个熟悉的声音演员 他所做的一个工作呈现 那大家就可以得到第一份 就是他的声音辨识度很高 我可以在做别事的时候 还能够发现那一个人的声音 除了辨识度要高之外呢 我们另外就会要求配音员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叫说你说话要让人家听得懂 虽然配音员就是要说话给人家听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 说话要让人家听得懂 有一些经验很丰富的老配音员呢 他们能够把一份平凡无奇的稿子 念得非常的生动 举例来说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介绍生态 或介绍自然环境的一些影片 他可能是用非常非常平缓的速度 在叙述整个镜头的画面 而配音员就要配合这样子的平缓的速度 来介绍他 最好是能够相辅相成 能够把整个主题和内容 更完整地表达给大家 但是如果 我们看到某一些动物类的画面 可能是他前一拍是一只狮子 很静止地在准备要猎一头牛铃 他可能是很安静的声音 接下来他可能会有一个运作 动作跑去抓捕杀那只牛铃的过程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画面是从一个静态的 到比较动态 甚至我们可以说会比较刺激 比较快节奏 那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一个好的配音员 他就不能只是用一种方式 用一种速度讲完 他必须要配合整个画面的情绪 从慢的 从叙述的 有点悬疑的 开始介绍介绍介绍 开始叙述 那只狮子要捕杀牛铃的过程 到他奔跑 用快速的 又或者其他的语气方式 来形容那个跑的过程 然后如何捕杀到 有点像是一个 嗯 球赛的播报员 或者是一个记者 他要把一个真实的情况 投射给大家 当然 这些东西都是已经预录好的东西 所以配音员 他可以预先做准备 而不像记者那么辛苦 现场live就要马上做情绪 所以一个好的配音员 他除了辨识度要高 自己声音的处理 要让人家记得清楚之外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判断 你能够有好的判断 该在好的时当的时机 用什么样的角色去做诠释 去做你的表达 那才是一个最好的配音员 所以就会对於是一个 同志的放线 其实就是现在最大的配音员 是对于一部分 有点就会用的 为何对于的 lav线 让我们有一部分 入手